魚類會因應活動的空間大小 而生長到某一個體型就會停止長大 所以小型魚缸也可以選養大型魚類的幼魚 有一些幼魚相對比較大膽 領域意識也比較強,所以會安排在後期才放入魚缸 龍頭科的魚類 適合小魚缸字樣的龍頭科魚類幼魚 大多數都顏色亮麗 體型瘦長,頭部呈墊頭狀 可以選擇4-8厘米的大小字樣 他們需要多番嘗試才會接受乾糧 有些品種會轉入沙裏 分泌一層奶白色的黏膜 包裹著自己全身才睡覺 所以很多時候會在翌日早上發現 他們遺棄的這層黏膜會在魚缸中飄河 如果魚缸裏沒有沙床 遺棄的話 晚上他們會洩入石棵之中 或者留在魚缸底的角落 會看到他們慢慢長出這個碎袋 比較小型和溫馴的釣科魚類幼魚 主要有頓頭圓形和三角身影 這裏介紹的品種可以兩條或以上一起致揚 釣科魚類的魚尾部分會有一個小倒鉤 它會將魚尾向敵對者揮動 用倒鉤割傷對方 所以千萬不要伸手進去魚缸裏 並且試圖驅趕或者捕捉釣科的魚類 以免令它不以為你是敵人 釣科魚類喜歡吃藻類的植物 適宜位置素食的乾糧 但亦都不會抗拒肉粉製的乾糧 除非它非常飢餓 否則就不會吃急凍的肉糧 大型神仙科的魚類幼魚 身形接近圓碟形 常見的神仙科魚類幼魚 通常都是深藍色的身體 有淺藍和白色的條紋 適宜選養身長8厘米或以下 神仙科的魚不挑食 亦都有膽量 除了格外膽小的馬鞍之外 其他神仙科的幼魚都幾容易致養 不過亦都不建議在小魚缸裏面 致養兩條或以上的同一品種 牠們再細小 在有限的活動空間裏面 仍然會互相驅趕 或是在閃動空間裏面 在飼養這10條小魚期間 可能會有餘疑健康欠佳或患病的情況 健康欠佳的常見狀況會有水印和頭洞 當海水鹽度的比重 一些海水元素的濃度發生重大變化時 神仙科和釣科的魚類比較敏感 身上可能會出現水印 一般只要將魚缸水回復到原本的水質 或者魚兒本身強壯 經過自我調節 一星期左右水印會自行消失 無需太擔心 頭洞 是當魚兒缺乏一些維他命的時候 而出現的症狀 通常會出現在釣科的魚類身上 這個時候可以去水足店 購買一些綜合的維他命溶液 在每次餵魚的時候 將維他命溶液滴在乾糧或解凍後的濕糧之中 15分鐘左右 當魚糧都吸收了維他命 就可以放入魚缸裏給魚兒進食 每一日餵字一次 一星期左右頭洞就會慢慢開始消失 在魚兒完全沒有頭洞之後 可以每個月都餵一次維他命 魚兒就會得到足夠的維他命補充 很少會復發 常見的疾病有白點病和絲絨病 這兩種病是傳染性很強的寄生蟲病害 水足店有水冷和通常都有空調運作 經常能夠保持魚缸水在低溫 加上水裡通常都已經有一定濃度的 自病藥水遺留其中 以及裝有一些殺菌設備 能夠抑壓著寄生蟲的繁殖和枯化 所以就算魚兒身上會帶有這些寄生蟲的蟲籠 在水族段裏面都會處於幽眠狀態 肉眼不會容易察覺得到 當帶有這些寄生蟲籠的魚來到家裏的魚缸 由於水裏面沒有任何藥物 水溫稍高 蟲籠就會鬆成 爆發性繁殖 大量地出現在寄主身上 牠們會刺入魚體 吸取營養 魚兒會因為感覺到又癢又痛 會經常將身體刷過生物石和沙溺 企圖止癢 和刷掉身上的寄生蟲 如果不理的話 患病的魚 可以在症狀出現之後 幾天之內就會死亡 這些寄生蟲最恐怖的地方是 牠們會快速產卵 卵子枯化 在水中飄游 並且黏附在新的寄主身上 所以一旦一條魚發病 很快就會傳染給其他魚 造成所有寄宜 在短期之內相繼死亡 白點蟲在寄主身上繁殖的時候 會出現0.5至1毫米大小的白色小點 每一粒白點的輪廓分明 必須要用情藍色 含同成份的藥水 殺死這些白點蟲 而另一種絲絨病爆發的時候 餘兒身體會出現粉點狀的 微小白點 初學者很容易會將它和白點病混合 絲絨病的粉白點非常細小 模糊 和密集 除了使用一般在坊間購買得到 包含福爾瑪琳的藥水之外 亦同時使用含同的白點藥 用藥份量 是醫療白點病的四分之一 小魚缸通常會得到比較好的臨床效果 使用這些藥水的時候要注意 這些藥水會殺死所有無垂椎生物 所以漁缸裡面絕對不可以有任何蝦、蟹、珊瑚、生物石等等 用藥期間建議使用暖管 逐天提高水溫直至到攝氏28度左右 令到漁缸裡面的所有寄生蟲籠 儘快枯化 當餘兒回復健康之後 再用多兩天藥才好停止 並且回復原油的水溫 之後再換走一半的漁缸水 下一集 將會講小魚缸在用藥期間 可以如何處理缸內的無垂椎生物呢 按一下訂閱 留意下一集的推出時間